以勝的話他也是宏家軍的嘛 那第四季那也會有集團做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另外他本來本身本來就是也是 特斯拉的一個特斯拉的一個客戶嘛 然後再來就是他跟那個 剛剛提到的一個茂聯一樣 他也有切入GB200的一個供應鏈 那目前我們可以看到他整體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股價位階其實並沒有到太高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以勝的一個線型 那目前就是沿著月經線 在逐步性的一個緩步墊高 那這樣的股票其實他走的比較溫吞 那後續有拉回 拉回其實每次都是沿著月經線下去做操作 我覺得整體來說 應該都是會有不錯的表現在第四季 了解 好 謝謝洪斌 請先回座的這是今天早上千呼萬喚的 Robotaxe正式的公諸於世了 那為什麼今天下午盤 特斯拉的股價是先跌到紅冰說 可能是因為之前先漲過了 那今天晚上以及下禮拜的續航力就很重要了 如果特斯拉因為Robotaxe有機會再來一次相關的概念 股操作這裡給你做參考了 休息一下等等來談談好一陣子沒有談低軌衛星了 但是我們的太空計畫現在正準備再度的送進行政院了 接下來有機會再度的風雲再起嗎 休息一下明正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